高中时 李后聪读了《阿拉斯加之死》 对于书中青年Chris 断绝金钱与家庭走进荒野 寻找自我的故事深受震撼 为了和自然在一起 李后聪到美国学习 传承自阿帕契族原住民与自然共胜的智慧 2014年李后聪出版了《阿拉斯加归来》 记录荒野的淬炼与这趟奇幻之旅 那就是在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过程中 一定会遇到许多让父母亲担心的事情 那我们应该是要选择去达成自己的目标 还是让父母亲安心 我觉得这两件事情并没有彼此为悲 父母观察你已经从你出生观察你到现在了 他们对你的追踪已经非常完整 大部分的状态下 我觉得不要把父母当作是敌人 他应该是你最坚强的盟友 感谢真的